在台中工業區 那一位佛堂的堂主 他把他的 像千坪的廠房 贴了一个区块 来做道场 要来度众 他的母亲 卧病在床很久 奄奄一息 到佛堂开光安座以前 他母亲还留着一口气 到我们这边 佛堂开光一奉勤 穿成上师诸佛菩萨 三根圣众降临 开光圆满 他母亲在那边走断气了 那个就往上去了 我们人生在世 要去帮人家做一些好事 人家不懂佛法 就跟我刚才讲那些邪魔 他不懂佛法 要给他佛法 佛教徒还去帮人家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那怎么行呢 真正的超度应该在平时 断了气的超度 有点费力了 对不对 真正的超度就是说 你平时人生 你现在活得健康的时候 有些事就是不能做的 有些伤天害理的 对自己的福寿会减损的 不可以干那种事 这就是在超度 就是在救他 然后他的人生 就会谨言慎行 就会行善利他 广积应得 他舍抱了都不用给他念机 不用给他超度 一样往净土去 创造这种上等的意义价值多好了 所以连师在降魔 是给他佛法 这个世间 很多人都觉得 舍抱的人 让他投胎到哪里最好 到天 上天好不好 上天不错了 短暂的不错了 但是我再讲下去 你就会开始觉得天道 也不是那么不错的 我们这个天 我们这个世界有分成三界 有没有听说三界 三界内三界外 叫欲界色界无色界 我们也在欲界 欲界的众生有一个共同特征 有欲望 特别是男女欲望 到了色界 他就会觉得我们欲界的众生 很下列 奇怪你们那个地方的人 怎么欲望这么种 色界没欲望 他会觉得你们多那个东西 很负担 那个他就情境多了 对不对 再往上修 色界再上去有一个叫 无色界 色界没有欲望 他只有一个色相 还有一个形象 但是他还是有烦恼的 粗分细分的烦恼 比较粗重 比较维系的烦恼 还是有的 到了无色界 他有四重天 无色界最高一重天 叫飞翔 飞飞翔天 飞翔飞飞翔天的天寿 非常的长 为什么呢 都在禅定状况内 都安住在禅定 你看印度有很多的 所谓的瑜伽术的修行人 他可以在那里禅定 站着也好 蹲着也好 一只脚放在脖子上也好 打坐也好 他可以好几天不吃不喝 如果是外道有没有禅定 有 你没有修学佛法 契入佛法的正觉 解脱之道 在外道还是会入定 入定最高境界 不过在三界最高一天 叫飞翔飞飞翔天 飞翔飞翔天是怎么样呢 为什么叫飞翔 飞翔就是说 他没有像我们一样 有这么多的烦恼 会想这个想那个 想到头发都白了 想到头发都掉光了 他没有叫做飞翔 前面两个字飞翔是这个意思 后面三个字叫飞飞翔 他既然不是在想 又不是不是在想 什么意思 他还有一点点 他只是粗分的想念不起 他不会起想法 都在禅定里面 维系的呢 他还会知道 我生了 我生在飞翔飞飞翔天 他的天府已尽 他会知道我死了 他还有这个觉知 还有这个概念 所以叫飞飞翔 由于他飞翔 他不翔的 所有佛法的文思修 我们同学会看经 会读经 对不对 会听法师讲经 这些就是文法听文 听完了以后你要思维辨证 他在飞翔飞翔天 他已经不想 他不思了 不思维 他一直在禅定里面打坐 外行人还以为他很高明 他一入定可以几万年 你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众生 是不是 连形象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概念 已经非常高端的众生了 但是他还会知道 我生了 我死了 当他生的时候 他说 我来到飞翔飞飞翔天 我生了 我知道 他的寿命 有没有一天会结束 很久以后会结束 一结束他死了 他糟了 飞翔飞飞翔天下来 大部分都往三恶道去 为什么 他以前佛法的闻思修 由于没有串习 没有反复的温习 忘光光 他一直入禅定 我死了 飞翔飞翔天 所以在飞翔飞翔天 在天界最高一天的人 下来都是往三恶道去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 他是学外道气功 学禅定 或者是我们讲 这个全世界只有佛法 是正觉涅槃的解脱道路 他可以契入 佛的果位 正觉涅槃 不生不死的境界 其他都会 最高就是投生在天道 包括我们常常看到的 大饭天 四面佛 地诗天 摩西首罗天 这些天王 他们的天寿天福 眷重国土 都不可思议 但是他有一天就会往生 往生以后 他跟我们人大的众生一样 会往恶道去 你说佛法重不重要 那些大神大鬼 统统没有一个例外 你还会不会想 我们亲友死了到天上 想也没关系 到天上总比到地狱好一点 到天上以后还要再加油 再给他超度 让他往净土去 只有到佛的净土 他才不会再堕入恶道 才不会再溜达轮回